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 週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節目 《60分鐘時事》雜誌上說 新冠疫情導致商業活動停擺 可能輕而易舉 令美國第二季經濟崩跌20%至30% 不過他也說 雖然美國失業率可能攀升20%至25% 這是自1930年代以來未曾見過的情況 但他認為美國終會避免另一次的大蕭條 鮑威爾預計經濟要能夠恢復 可能要花一段時間 假設沒有第二波疫情 經濟渴望在今年下半年穩步回升 他還談到 美國經濟將會從新冠疫情當中恢復 但過程可能會持續到2021年年底 而且取決於疫苗是否能夠研發成功 鮑威爾說大家不應該看探美國經濟 不過也不期待V型反彈 美國經濟不可能在今年年底 反彈到危機前的水平 至5月17日 美國新冠病毒確診人數 已經達到1478,241人 死亡是89,207人 確診和死亡人數都是全球最多 沒有已經到達到 妙來攻擊 妙問題 前退 之前 Fort 五 Cab 由 臌